4年前的1月23日 中国政府宣布武汉封城隔离疫情 两天之后 武汉作家方方开始连载自己的日记 一直到3月底 她写了60篇 仅在新浪微博就有超过3个亿的阅读量 方方被称为是社会两知 武汉的声音 4月7号 武汉封城结束时 这本日记的英文版 即将在海外推出的消息引起了巨大的风火 有人认为 它的翻译者白瑞文 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工 出版这本书 是一场巨大的抹黑中国的阴谋 此后 方方在一夜之间被称为卖国贼 他和白瑞文都受到了死亡威胁 4年之后 武汉日记已经有超过20种语言的翻译版本 但是 仍然没有中文吧 方方在中国的出版和言论受到限制 所以今天 我请到他的翻译 白瑞文先生来解释这件事情的原委 白瑞文先生 关于你的身份有很多传言 有一些相当的离奇 所以一开始还是希望你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徒生徒长的美国人 出生在芝加哥 一直在沈泽西长大的 后来我是90年代初吧 去南京留学 后来呢 就是会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 共读一个现代中国文学跟电影的博士学位 到了2003年 到了加州大学圣特巴巴拉分校任教 主要研究的领域 就是研究当代文学跟电影的 基本上就这么简单了 那你这个CIA的这个背景 依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然后CIA这个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造出来的 但是当然我一直就是跟美国政府 跟这个CIA啊 情报局啊 state department 这些毫无关系的 那这个背后有没有任何 比如说线索可循 没有 我翻译这个这本书的速度相当之快 是几个星期之内就把它完成了 那我想可能有一部分人会以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不可能是一个人在这么短暂的时间 把一本书400多页的书弄出来 那肯定会有一个团队 或者肯定背后有组织 他们就说那肯定 我可能是CIA的一个头 或者带了一个团 就是感业去翻译这个方方日记 这确实是一个很很罕见的一个速度 这个我会 我就是非常疯狂的工作 一天十几个小时 一天大概5000多字 然后一周七天不休息 我就是非常拼命的去做这件事情 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当时的武汉人正在经过的那些苦难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让更多人知道 就是武汉当时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吧 会有一种义务的感觉 就是我必须去做这件事情 你说的这个义务是指对什么东西的义务 或者对什么人的义务 新冠刚刚开始那个阶段 我有一次去看我自己的医生 然后我刚才提到这个方方这个记录 说他有这个有一段说 有一家四口人在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段都过世 就是就牺牲了嘛 慌慨一家 对那我这个医生用非常奇怪的眼光来看我 说不会吧 他做普通的感冒 不会一家四口死了 他说哪有这种 哪有这样的事 那我觉得 哇这都是医生嘛 都是做什么医疗专业的人 是都根本不知道这个新冠病情的这个危害性吧 那个时候那么多人受苦 那至少世界应该学到一些教训吧 应该做一些预防 但是好像都没有 那个时候会觉得 唯一能做的就是翻译的 白日文提到的一家四口 是指在十七天中去世的导演长凯一家 在遗书中 长凯诉说了在封城初期的混乱中 求疑无门的经过 并向他所爱者告别 方方纪念这些逝去的人 目送丈夫离去的妻子 追赶在母亲临车之后的女儿 和武汉人对于李文亮医生的集体哀悼 他写下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 就是一座山 他也分担痛苦 安抚恐慌 传递来自一线医生 警察 志愿者的消息 记录这个城市重建秩序的过程 白瑞文从2月16号开始 着手翻译这本日记 你说你只看了一两篇之后就决定翻译 那一两篇当中是有什么东西触动你 一个就是关于那个一家四口人 我觉得他充满了一种人性 他会有一种人道主意在背后 因为我想那个时候人看到的一切 那么多的死亡 那么多的受苦 有时候太大了 你就没有办法去消化 但是我一直觉得武汉日记 是方方老师写给武汉老百姓的一封 在他们经过最黑暗的这个时段 是给他们的一封情书 为什么用这个词呢 这实在非常痛苦 而且非常不知手措 但是他们唯一能够做的是 每天会有一个 每天晚上上网 可以看到方方老师给他们写的 那么一封信吧 我想对那个时候 处在那种惶恐状态的很多读者 就是一种情书 而且通过他的记录 你也可以感觉到 他对武汉这座城市的爱 他的关心 那当一整个城市 遇到那么大的一个灾难 其实他提供了蛮多的一个 就是除了黑暗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蛮多的希望在里头 我在重看他日记的时候 看到他去惦记那些 比如说独居的老人 包括因为没有人照顾 而失去生命的这个脑瘫的孩子 比如说那些因为疫情 而有其他的病得不到治疗的人 然后包括被滞留在武汉的人 包括去了外地 有可能被歧视的武汉人 就几乎是很多可能会 在那段时间内 更多被遗忘的人 他称之为小说家的一种责任 就是对弱者 对边缘的群体的一种关切 是的 对 而且他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记录 好像也有一种 好像预测 就是后来很多其他地方 会发生的那些事情 比如说您刚刚提到 武汉人到了中国 其他城市 一开始会受到一些歧视 其实后来 不管在美国或者欧洲 或者在哪里 这个歧视 跟宗族歧视 跟这个病情 一直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不管是宗族歧视 或者网络暴力 或者政治上的一些极端的 一些潮流 所以我觉得 除了这种对人的关怀 方方日记的另外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是 他很早就能抓住 这个病情背后 会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这种像我们说的 另外一种病毒 方方日记从一开始 就在与两种病毒作战 2月13号 他写到 医生发来的照片中 病葬管地上的 无主手机之后 很快有人伪造了照片 攻击日记的真实性 当他在武汉中心医院 四位医生去世之后 写到湖北官员 应该引咎辞职 之后 攻击变密集 方方批评有人 误导舆论 认为在疫情传播的时候 还在报道百步亭的万家宴 和省里的大型联合会的媒体老总 也应当引咎辞职 这些日记被不断删除 比如说你提到那个 就是武汉1月19号 那个百步亭 那个万人聚餐的事情的时候 你是拿美国 拿特朗普政府的一些 相似的做法做了比较 对吧 是的 希望避免这样的情况 在美国发生 但是并没有 对 这会让你沮丧吗 是啊 会觉得每个美国那些当官的 应该都应该去阅读 那个武汉日记当时 因为我看就在我面前 他们都在犯同样的错误 他说没有从历史 或者从最近发生的一些 一些情况 随到任何一件事情 这也是让人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有人会有一种 比较强烈的心理觉得说 那你说说你们国家的事 就不要拿我们国家 做的不好的地方 再来做传播了 美国社会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其实很多人都在写 而且很多书都已经出版了 所以这个他们可不要担心了 我觉得这个贼责的问题 不只是针对武汉了 我觉得全世界很多国家 都是要好好反省一下 在新冠疫情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他们政府到底做了什么 或者该做的事情有没有做 到底犯了那些错误 到底有没有人应该负责 那 就是说你觉得作为一个作家 作为独立的言论界 应该对自己所在的政府 不乱生在何处 都应该有同样的态度 是的 确实是这样 但是完完没想到 他变成了整个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运动的 一个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了 4月7日 武汉封城宣告结束 此时出版社放出了武汉日记 在海外出版的消息 中美正在为疫情溯源展开舆论战史 这个封面的副标题 被一些人解读为 方方在给西方递刀子 这五个字 你想过会引发那么大的狂怒吗 没有 完全没有 而且出版社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意图 但是 这个一出现了 很多人觉得 这个original epicenter 有问题 就是在国内 他翻译成了来自疫情源头中心的报道 那您是翻译家 请您对这个做一个解释 方方老师对这个所谓origin 就是疫情的源头 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 他的这个记录里头 从来都没有提到 但是在整个后面的舆论当中 这个变成了非常核心的一个议题 很多人一直在 甚至很多人骂他骂我 都是在说我们有意说 这个武汉就是 就是这个病毒的发源地之类的 所以这个epicenter在这里的 这个含义应该是指什么 请您清楚地界定一下 像后来纽约也变成了一个epicenter 后来有 法国也变成了一个epicenter 那个epicenter一直不断地在改变了 但是最早的就是武汉了 所以他是随着疫情 在各个地方发展的程度不同 会有不同的城市成为这个epicenter 对吧 是的 传闻很广 说美国有律师准备拿这本书来起诉 中国要索赔 很大金额的这个数字 有没有这个事情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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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他们塑造出来的 假象 对 对 我们都没 他从某一个角度 他有点变成了一个提死鬼 就是 这是什么 意思是那个时候中美关系特别整张了 那么方方在日记里面经常提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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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追责的问题 几百万人一直在喊那个追责 一直在要求官方就是对对子 就是要负责任嘛 那个也许会会造成一些威胁吧 那后来因为中美关系那个越来越恶化 刚好这本书也被翻译成英文 就算是抓到一个把柄 说 方方跟老外构结 可以把 好多人在中国的注意力 从自己政府自己的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转移到到美国 转移到中美关系上面 刚好川普那个时候天天都在骂中国 那中美之间的这种这种张力越来越大 某一个角度来讲 你也成为特朗普的替罪羊 你本来是他的其中一个批评者 但是 是的 是的 所以他我还变成一个拿粹 我身为犹太人变成了一个拿粹 非常荒谬 这多多少让我想起就是你19岁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吧 就是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你来中国对吧 还是一个年轻人 然后有一些人责备你 因为当时中国生 生贷奥运没有成功 然后他们问你说 为什么你们美国人不让我们生贷奥运 你会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你会变成一个国家的象征 而且这是我最不想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一直觉得 所谓爱国主义啊 是我 一直是我不想要的一个东西 我就想尽量 把每一个人看作一个人来 当一个人来看待 所以最后 那么多人一下子 把我当作美国政府的一个代表 当作一个CIA 美国情报局的 会让人浑身不舒服的 因为它是我最不想要的一个身份了 这有没有像比如说新浪微博投诉过 说那些说你是CIA的是谣言 有一次那个法国自由电台跟我做了一个转访 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澄清很多事情 来把很多那些误会都要改正过来 然后我放到微博上 大概一下子有 哇 就是点击路非常之高 很多人都在阅读 但是在大概不到五个小时之内被和谐了 那个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是 支持方方的声音 包括我自己 或者能 就是 能够把真相收出来的那些声音 都没有 没有一个平台 没有一个 松出去的一个窗口 反而那些骂方方的人啊 哇 越来越轰动了 而且得到很多官方的支持 所以他们声音就是越来越大 然后每一次发这些虚假信息之后呢 那些粉刺都会用出来 又开骂 又发又一论的那个死亡威胁啊 信件啊 所以我觉得你这是一个大不赢的一个战争啊 白日文的新浪微博收到了大量的威胁信息 持续了将近两年之久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哦 可以说一种psychological terrorism 就是心理上的一种恐怖主义 因为 每天一打开那个新建都会看到一些 不管是死亡威胁啊 而且不不不不只是针对我 还有针对我的孩子 针对我的老婆 针对我的父母啊 这种啊 那那种语气蛮重的 就是你什么时候来再来中国 把你杀掉了 或者把你儿子给杀了 给 特别可怕的一些一些舆论 后来我就上我的微博 把所有那些有家里的信息 或者有小孩子的照片啊 统统都给删除了 对 但是没有把微博关掉了 对 那说明那时候那种 就是恐惧感还是很真实的 我真的 那一段时间最担心的不是自己 而是方方 有时候我真的晚上无法入睡 无法无法睡觉 因为真的会会担心他了 就是会会受到一些 就是有人会想 会加害他 或者会被 会被消失了 4月8日 胡锡进发表文章 说中国人民要用利益损失 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买单 一周之后 武汉街头出现了大字报 告方方输 骂他吃人血馒头 要求他削发维尼 或者以死谢罪 否则将对他进行文攻武法 很快 一位曾经因为打擂台 成为笑柄的网红 在社交媒体号召武林同道 要用拳头严惩迈过这方方 有人把砖头 扔进了方方的院子里 说他是吃那个人血板头 就是在武汉人的那个痛苦 在他们最痛苦的这个时间 方方又在得命得力 就是又赚钱了 又变成了很有名了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方方老师所拿到的板税 全部得专给那个第一线 被牺牲的那些一厢的家属 这是从一开始 他已经决定要这样做 他当时担心吗 从你跟他交流来看 他是非常勇敢 而且我也认识那么多作家 那么多导演 那么多文化圈子的人 很难想象第二人 在那么一个漩涡之中 会一直站稳 就是不动摇 然后一直见识下去 一直就是感受感当 我真的想不到 第二人会做的 像方方那个样子 我也在想 整个事情不是你的责任 但是你的内心 曾经有过对他的不安吗 前一段时间 去年吧 这边一个作家朋友 请我到他家里来吃饭了 他家里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是某一个大学的校长 也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朋友说 哎这是白老师 他翻译方方 方方老师的日记 那个人一开口 就用英文说 Oh my God You almost got her killed You almost killed her 那我就 心里一下子就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说呢 开始看到那么多人 在攻击方方 我也曾经给他 发过短信 说实在不好意思 如果我翻译这把 就给你带来一些 负面的影响 真的 完完没想到的 我也 或者你 如果你觉得不出 我们就算了吧 方方回信说 说不定你翻译这本书 是唯一能够保护我的 那那个让我非常的感动了 你怎么理解他这句话 说不定这个会给他带来一些 他的所谓知名度啊 会给他带来一些保护了 就是可能 如果有人想动他的话 也许可能不太感动啊 或者或者怎样 此时 方方家人的隐私被公布 财产被调查 公开支持他的 湖北大学梁彦平教授 海南大学王晓妮教授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师于林奇 都被翻出了 微博当中过往的不当言论 遭到举报和调查 并受到惩罚 网络上出现了 自称红色小兵的海报 下一个是谁 这个发生了几次之后 也没有人敢站出来 替方方说话 最后所有的网友 你一上网看到方方 全部都是这种负面的 那个消息吧 所以我后来我看到 我自己的学生说 白老师你为什么要翻译 方方老师 方方的日记 你难道你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吗 你的学生 我的学生 你在美国的学生 美国一个是 很多人一开头 就是这句话 我没有看过方方写的 但是我看了写的评论 很多人是这样 这个话给你一个 什么样的感触 就是这个官方对舆论的 这个控制后来成功了 你提到说 这个风波出来之后 有几家大学本来邀请你 对吧 后来撤回了邀请 其中包括一所美国大学 是的 这个让我很意外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我没有提出理由 但是当时他们说 他们确实有说我们跟中国有一些合作的项目 或者一些交换的项目 他们可能担心会让他们不高兴 我就受到影响 甚至有个电影节有邀请我当评委 我接受了 看了所有的入围电影了 你开幕只有两天的时间 他们突然来信 就是跟我开会说 不能让你当评委 就是因为这个方方世界 他们也许也是身不由己的 但是我会觉得 什么那么大的一个组织 一个电影节 或者一个大学 连这点骨气都没有 我会觉得也是挺挺悲哀的 这个过程 不管是你自己亲身经历的 还是你目击的 会加深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历史的理解 会的 而且 什么那么几十年以来 一直从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文化 当然有一部分是 像在反右啊 大跃进文革期间 在这些大的政治运动之中 那么多知识分子 就是受到的一些批评啊 或者恐吓 或者折磨 或者文子欲啊 这些 相关的文字 我读了蛮多的 不管是老舍 或者北京的前任的那个副市长 那个武汉 后来就只是写过那个海域八观的 或者 这太多太多 这那么悲惨的一些故事 我一直觉得 我是一个蛮 蛮有 同情性的人 但是 除非这东西轮到自己的头上 你会发现 你根本无法理解 方方在这集中写道 自己在少年学代 不知道什么叫独立思考 是27岁的玉罗克 在一年获罪后被枪毙 使他这代人 在文革后 思考国家和自己的命运 他提到北岛 写下的名句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你曾经学过一句话 如果中国想要输出软实力 向世界讲好故事的话 方方是一个错过的机会 这句话怎么理解 因为本来方方做的那些事情是 我就是 就是 拼良心做事 做一些有坚持性的工作 然后那个时候 全世界都在关注嘛 他还在BBC 给他办了那么大的一个奖项 然后 如果你 那这样的人 你应该是celebrate 你应该是支持他们了 应该 去给他们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 你反而把他们压下来 还有像我 我这样的人 一直一直尽量 当当桥梁 尽量去介绍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的 介绍到海外 那那后来就是因为翻了一个 一个日记 就被变成了一个阶级敌人 变成了一个一个被供给的一个对象 那你要在海外 那你要在海外 就是把人事丽送去 你要把中国文化送出去 那你 用这样的手段对待你的议者 那 或者这样的手段对待你的作家 那 我觉得就是一个 不是很聪明的一个 一个 一个决定了 他们可能会说 如果你们讲的是正能量的故事 那我们非常欢迎 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故事 限制到一个正能量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恐怕是 不符合现实 如果只有一个单一的主流的垄断的视角 对现实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们 我们不从我们过去 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不学到一些东西 那我们更容易去 未来犯同样的错误 而且整个出版界 如果现在审查的那么厉害 那你还能还能出书吗 什么样的书还能出版吗 而且就算能够出版了 他已经经历过 什么样的一个产歌 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过 就是最后那个结果会是什么 我 对 这个会让人非常的 伤心了 非常的担心 也许在这个 正能量的这个观点的背后 有那种很强的心理的动机 这种动机就是说 我是有力量的 我要求你尊敬我 你能够理解这种心态吗 我理解 但是我不能认同的 对 而且方方也是 像他日记里面有一段 关于那个感恩 我觉得 确实这也是 背后 也是对这种所谓正能量 的一种挑战 为什么这一段 好像给你的印象很深刻 那个时候 阅读的时候 我整个脊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 哇 实在是不容易的 像后来这本书快出版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那个批评的声音已经非常之厉害 然后出版社要求他写一个后继 那个后继的内容也是让我觉得 哇 经历过那么多 他还是 他不只是不动摇 而且他更加 更加勇敢去说这些 对于你之前本来的预料是 他可能会相对柔和一些 在这种压力下 是的 但是他刚好相反 所以我想 他在国内能够这样做 那我人在海外 更没有理由不去做 他们大概是要威胁我 不要我继续翻译 你想过吗 停下来 不敢 我 其实我的 我的回应是完全相反的 那你要我停下来 那 我不只是把它完成了 我还翻译方方提他书呢 给你看吧 所以后来我把软麦也完成了 也把方方的另外一个长篇小说 叫奔跑的火光 也完成了 还有自己写了一本那个 Translation Disinformation in Wuhan Diary 那是自己的一本 把整个 针对方方的所谓 所谓 就是所谓的方方事件 从一开始到最后 做了一个整理 做了一个反思 在被攻击最严重时 白瑞文曾经关掉微博的评论 但在方方的影响下 他重启评论 把它当作数字的历史博物馆 日后 他就以这些为史料 写作了疫情 虚假信息 和武汉日记一书 大概有人在江湖当中 就是人在那个玄武的 那个过程当中 有时候你看不清楚 会太乱了 那怎么会变成了一个 一个被批斗的一个对象 而且全国性的一个 被批斗的一个对象 这是怎么一个 而且又从一个老百姓的英雄 这样的一个位置 从汉的良知 就是那个时候 很多人非常爱方方 非常支持他 他怎么一夜之间 突然间就变成一个阶级敌人 这是非常奇怪 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过程 在经历过 整个方方事件的过程当中 最最奇妙的一个经验 是在我观察的美国社会 有看到很多类似的事情 正在发生了 这种所谓的政治上的 这种极端的一些思潮 尤其是像美国那个右派 跟批评方方的那批人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货色 其实虽然他们两个 这两个派之间 他们想象中最大的敌人 就是彼此 但是其实他们相似的地方 非常之多 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做法 我觉得非常相似吧 评论那个国会山事件的时候 你说这是特朗普的炮打司令部 是的 是的 因为那个是其实他用了很多手段 多多少少会让我想到 当年像毛 就采取的一些手段了 对 而且针对方方的一些手段 也是很多是 也是回到文革 那个那样的一个 那样的一些手段 像用大字报啊 像铁在武汉街上的那些大字报 他的整个格式 跟文革的那个大字报的格式 完全一样了 如果如你所说 说这是一场运动 而且你说结果很成功 那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话 这个会让你这样独立的个人 会产生很沮丧 或者无力的感觉吗 那个批评声音 最厉害的那个时候 你几乎看不到 直直方方的声音了 都听不到看不到的 但是等到上海 那个封城 那个西安啊 突然间会看到一些 我们需要方方 方方在哪里 我们需要方方日记 2.0 我们或者好多这样的声音 而且突然间会发现 其实还有很多人 也是还是在那里 而且希望中国走向 就是继续走向这种改革开放 继续去容纳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意见的人 你觉得是什么给他们有气 让他们说话 可能在那个时候 大家这种管控的那么厉害 那么严厉 而且持续的那么长 时间那么长 很多人已经到了他们的极限了 他们不能再忍受了 所以需要一种爆发 需要一种发泄 而且在这个发泄的过程当中 我想很多人 有的是那个时候 可能才发现的 有的是原来就有了 就是觉得可能方方说的 很多话是对的 所以我想问你的是 你说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这样的日常英雄 他可以给人自己理事的 但是他们只是 比如说少数的个体 以这样的人 能够对抗 一场运动吗 有一次我跟那个李安导演 做了一个采访 然后忘了我们在谈什么 反正他说 有时候你就 把它 put on your helmet and keep going forward 就是戴上你的头盔 往前走 然后那些外面那些声音 那些批评的声音 那些骂声 你就不要受到干扰 不要受到影响 你就是继续往前走 做你该做的事情 在《武汉日记》的后集中 方方写道 我坦然面对《武汉日记》 带给我的一切 作家本该就是 独立的写作者 作家不需要依附 或顺从于他人 更不会听命于任何权利 也不畏惧任何打压 或许 经历《武汉日记》 所带来的风暴 我才真正认识到 写作的深刻意 也才真正明白 作家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时间 将证明《武汉日记》的价值